记者王杰台南报道 家境有我的富二代谢信南子 因为缺钱吸毒竞称自己被逼到了 拿着玩具枪 连强两间超伤得手2500元后拿钱买毒 谢南被宰后从今年5月开始积压 且以审判决谢南的两件强盗 最将合并执行9年 谢南一次向交报 向地院申请停止积压 打出悲情牌称可能是自己 最后一次陪母亲 加上牙痛高血压 希望能保外就医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但遭到驳回 35岁的谢南家族财产于一元 虽拥有让人羡慕的家事背景 确染吸毒恶习 6年前就曾在生日当天抢超伤 今年生日又因为没钱吸毒再次犯案 让谢母心灰意冷决定 断绝对儿子金元 今年3月间 谢南一想跟女友吸毒庆祝 穿着雨衣拿玩具枪 连抢了两件超伤 拿着枪比电源自称是被逼到了 要电源拿钱 但谢南是警方辖区的治安顾虑人口 犯案后警方在两个小时内就带到人 警方在谢南家起出五把长短不一的模型枪 三公克的海洛英并将他移送法办并从今年五月间开始羁押 两个月后谢南打出悲情牌 希望可以交报自称在看守所里面墙很多 希望可以交报因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陪母亲登雨 但法官认为谢南有逃亡之余 因此驳回谢南申请 8月谢南又提出申请 辩护人认为谢南项母 亲表示他牙齿痛 看守所无法及时医疗 谢母也发现被告全身浮重 身体健康状况应有益状 如不及时保外就医治疗 可能有生命危险 且谢南罹患法定传染病 但看守所内医疗设备并非完善 恐无法给予相关人员良好保护 所以想保外就医 谢南也说他身体不好 牙齿痛 且有感染过皮肤病 这次进去看守所检验出高血压 希望在执行之前先出所 交报在外治疗 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跟母亲好好聊天 陪母亲走一走的机会 到执行时被告会自己来执行 不会逃避醒则本雨 但是经过其美医院医师诊疗后 只发现谢南有蛀牙 经过诊疗后没有其他急性的病情 因此在八月间法官又将他严压两个月 今年七月一审判决 谢南因为二件强盗合并执行九年徒刑 但谢南不服上诉 今年十一月二审维持原判 驳回谢南上诉